恭喜三位入選的年度防守敵隊 因為方隊也知道我生一個就是 就是他叫我做什麼就說什麼卡 對就是他就是很希望 就是讓我去挑戰就是比我高大的選擇 所以就是因為 他給我這個任務就開始就是可以 其實就是好好的熟知鮮養醬 然後也很開心就是可以幫助手 做好更深這段 2023年年度最佳主場 新北中興特攻 那非常高興的我們長領了最佳年度主場 這個殊榮 當然也非常感謝我們整個幕後團隊 都非常的用心 中興特攻其實每年都會做一首我們的年度歌曲 其中我非常喜歡我們的一句話 他唱著 你有沒有看過凌晨四點的新裝 這計畫呢其實是 我們在接手特攻的第一年呢 真的整個團隊在前一晚 也真的在我們新裝主場 待到了凌晨四點喔 包含了這一次我們也在大巨蛋 其實大家也幾乎看到在大巨蛋熬夜到凌晨四點 所有的幕後工作人員呢 即便他不在舞台上 在大家的面前都也非常非常用心的在營造我們的主場喔 希望我們今年當然可能有一些不夠的地方 我們再去做補足 然後明年希望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年度拉拉隊也帶回家 年度最佳教練 新北中興特攻 李懿華教練 恭喜光哥 那我們拿下一個歷史賽的第一 雖然很不幸的是沒有進入到冠軍賽 但我覺得我們球員表現的是非常值得 非常地驕傲 其實滿開心的就是說 我們看到我們自己的訓練 讓我們這些年輕球員一直在他們技術上的成長 甚至拿到更好的大合約 所以就是巴西領勝 二月三到二次球技 T1競練是年度最有價值球員 得獎的是 新北中興特攻 阿巴西 恭喜巴西 你拿到就代表你是 就是大家對你的肯定 然後也 總是代表你在 那個場上就是最好的球員吧 所以我覺得 我第一次最喜歡的應該是MVBJS 對 然後也感謝大家對我的肯定 然後也感謝就是中興 所有的球員 還有 新政 還有所有的教練團 還有MVJ 光哥他們 我也跟他們 就是很感謝他們 就是一路以來一直支持我的 零兩年然後他就是 的感覺就是代表我 就是努力訓練 就是有後 有成果 就是代表 你只要努力 就一定會有好的 沒有結果 所以我覺得 我不會停下腳步 就是還是會一樣 就是 越來越好 就是比一次那個 拜拜